宜蘭國際童腕藝術節 到了夏天 台灣什麼地方 溫度飆得越高 大家玩得越嗨 就是宜蘭國際童腕藝術節 短袖 短褲 泳褲 比基尼 最洋出的水槍 最新的水珠大砲 不管身上穿什麼 手上拿著什麼樣的傑心 跟你說一旦下水 這些通通變得不重要 反正全身一定濕透 打水戰的時候 你的雙手就是最佳武器 水上遊樂園讓人玩得透心涼 其實童暗節除了能玩水 還有精采的表演可以觀賞 每年都有來自 許多國內外的 傳統表演團體來演出 還有繪本和童童的展覽 整個不但玩不玩也看不玩 不過我們今天來到宜蘭 除了玩 還要探索一下當地文化 湯姑有沒有聽過 顧名思義 就是用湯做的烏龜 聽說湯姑這三十年 幾乎失傳了 真想來看看 對 那拜託 八月十五就是 冬秋節是土地公生日 所以拜土地公 以前也是用龜 烏龜代表是什麼 長壽 對 所以大家都為了要求長壽 為家裡的人求長壽 他這樣就來跟土地公 然後跟他求龜回去這樣 說到土地公 我的美國人朋友 Cory的眼睛就亮起來了 像他好喜歡土地公 我跟朋友們一起去旅遊 我一直跟土地公 如果他們沒有 他們已經沒有 真的嗎 所以我可以做土地公 遇到湯姑 這磨損相當嚴重的磨子 看來有歲月的痕跡 感覺這個好像用了很久 很久了 這已經都超過五十年以上 這是龜殼 這是它的底膜 它有四隻甲 那這是它的頭 最底下這個 這個就可以做兩隻 這樣做兩隻 一次做兩隻 這是以前的人的智慧 到底怎麼做呢 先用橡皮筋把模子綁緊 插一朵紅花在烏龜的嘴巴上 然後來煮糖漿 三杯糖 一杯水 小火煮個十五分鐘 要不斷地攪拌 以前小時候 沒有糖果可以吃 那這是小時候高級的糖果 那70 平果70年左右就開始失傳了 那時候外國的糖果就進來了 巧克力 筋鋼鐵那些 加工的快速的那種糖果就進來了 糖龜就可以分全家大小吃了 有的比較小的人就 回來就先把腳先折掉 先折掉 先吃了 奇怪為什麼烏龜都沒有腳 烏龜為什麼沒有尾巴 尾巴也都被折了 70年代 在進口糖果很快就取代了糖菇 索性這邊的社區最近開始 把老師傅的模子找出來 將糖菇傳統注入新生命 糖漿黏黏稠稠 能夠拔絲的時候就可以裝模了 糖漿倒入之後 模子敲一敲 把氣泡抽出來 有點像在做蠟燭 不到15分鐘後 糖就硬了 小朋友們也開始興奮起來 準備吃從模子裡溢出來的部分 好好吃喔 很燙 要小心喔 這很好吃喔 好吃的糖龜 接著來拆模 這個步驟要很小心 不然糖菇會斷頭斷腳 成功喔 真的 我們也成功喔 好 還要再蓋回去喔 為什麼要蓋回去 還要再拆另外一遍 把它壓住才可以再拆另外一遍 哇 好緊張 欸 頭沒有斷 成功欸 拆模可能是整個過程 最困難的地方 而且拆模的人的手要夠大 不然抓不住模子 模子散開的話 糖菇會被分食 這怎麼能拿去拜土地公 好 這樣你就可以帶一隻回去 還可以選一隻 今天Cory求了一隻糖菇回去 不過明年 他就要帶一倍的糖菇 也就是兩隻糖菇 回來給土地公跟大家分享 那假設我們如果沒有求到 沒有求到我們就是釣龜 給他一次機會可以釣龜 怎麼釣 好 我們有道具 哇 厲害喔 好 釣了 耶 哇 厲害 我把這隻糖菇帶回家 明年也要帶兩隻回來 好有趣的傳統 真的很開心 有人重新開始把這糖菇文化 傳承給下一代 我沒想到 而且很多人都沒有想到 他們做這個傳統 所以我很開心 在這種事經驗 民視英文溫玉榮 曾益祥 伊蘭報導